上班时间,计程车在路上行驶,正准备通过路口,左侧突然窜出了一辆黑色轿车,两车在路中央发生碰撞,小黄被撞向右前方,波及到了停在路边的两辆车,换个角度看,其实两车车速都不算太快,但经过十字路口时,没有人停看厅,这一撞损失惨重。 遭继承车扫过,黑色轿车车头严重毁损,而继承车的下场也没躲好,和路边的两辆车粘在一块,卡得死死,因为这么一撞,四辆车都有车损。 一个车子从那边速度那么快,从那边给我撞下去,我也不知不觉,没办法闪避,那个车被他撞成这样,然后再去撞到那一台。 小黄问江惊魂未定,他的手也受了伤,警方或把赶底现场处理,把满地的车壳碎片清理干净,并且要厘清,肇事责任。 整体事件发生在24号早上,台北市南港区,两车行驶的道路并没有分干线和支线, 依法,黑色轿车要离让位在右侧的小黄先行,它的沼泽恐怕较大,而且这个路口,车祸也不是首度发生。 遭波及的白车当时就停在这个位置,只是为何两辆车会在路中央发生碰撞呢? 关键就在于这边虽然是十字路口,但是却没有耗指,没有红绿灯,车辆没减速慢行,车祸真的容易发生,好在大家的伤势都不严重。 至于车损的部分,得等肇事责任出炉才能明朗。 记者潘家一,杨中盛,陈玉璇,台北报道。